接動作 前上來 我接到 然後做動作 然後棒 這個在實戰當中 不合理 不合理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對手不會一拳上來 然後讓你這樣一 然後二 然後三 然後這樣子去做動作 如果今天你把它想像成是自然流暢 就是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就讓它自然的流暢的練 這樣子是絕對可以產生效果 接這個動作的時候我不要停止 我是把這個動作過去 直接接二 然後這個手繼續走 這個動作 所以它的原理如果你分解來看 像是一 二 而且我是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三 然後這樣子打起動作 而且拳頭在打的位置 它到每一個位置你能夠配合的點很有限 比如說轟的是臉部 你也是需要去配合 所以在練習的時候盡量還是以掌底為主 掌的部分就拋上來就好